第四美平安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 我们才有了这永生的盼望 面对这世上的苦难 与我们人生当中的重担 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 依靠你 因为在我们的世上 只有你才能说我们得安息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愿你的灵在今天在这里自由的运行 保守孩儿 保守孩儿的口将你针到传讲明白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向祷告祈求 奉考国主耶稣基督圣明 Amen 好让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当中著名的经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舍 今天呢是基督徒喜乐第三讲 重担与安息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两讲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第一讲的话呢 是讲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喜乐 因为神会使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 而我们好的 永远不会失去 而且更好的尚未来到 所以这道理讲得很清楚 我们基督徒会有喜乐 应该有喜乐 但是呢实际的生活上 我们基督徒确确实是缺乏喜乐 所以呢在第二讲呢 我们学到了就是 一个重要的没有喜乐的原因呢 就是失败 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在服侍神的过程中的失败 神怎么样帮助我们 神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 与我们同在 帮助了我们 今天的话呢 讲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缺乏喜乐 就是因为我们生生生命生活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劳苦重担 实际上 人生劳苦重担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 都有 今天在现代社会 讲究个打拼 职场如战场 Rod Racing 所以这种打拼的结果 就无非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成功者 人生赢家 一种是失败者 想追求的 没有追求到 就是人生的输家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梦想 不管你梦想是梦想成真了 还是很多年回首看 只是惨淡的结局 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重担 别人可能会讲 就说 那些成功人士呢 虽然少 但总有很成功的吧 他们是人生的赢家 他们可能是运气好 或者他们比别人聪明 或者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不管什么原因 非常的成功 那些人 可能就没有重担 不像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 其实不然 这些世界上 著名的成功人士 也有很多的重担 前几天呢 我看到了一个新闻报 是讲一个 这个研究 它是一个 做安全 方面的研究的学者 他被邀请到一个私人的 聚会 要做一个seminar 或者说做一个讲座 他知道这个私人的聚会呢 都是世界上著名的 这些 我们讲的成功人士 这个billiar 结果呢 他一想的话呢 就去吧 给他 报酬非常的丰厚 结果没想到呢 他坐 有私人飞机的话呢 给他接来 他一 飞到一个大沙漠当中 middle of nowhere 然后有车接 带往沙漠 深处开 就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地方 他在哪里 这人都在哪里啊 这沙漠 还是说呢 他这个 他地方是在这个沙漠的地底下 所以就下到了很深的地方 就见到了这一群这个 这世界上很有名的成功的人士 当然因为比较sensitive 所以呢 别没有爆出这些人是哪些人 说这些人在那里干嘛 就是说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和金钱 建立一个沙漠的这个地宫 他们在讲的话呢 是预备世界的末日 他呢 去作为安全专家 一看那个里头是应有进 说你们准备的很全面了 我没有什么可以 improve的地方 他说不然 我们有一件事情啊 非常苦恼 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建完了以后 忽然想起来说 如果是世界末日的话 他这么大的一个地宫 这个facility 他总得有人去wound 而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些人 他这个这些人的那个忠诚度 loyality 我说这不行啊 这个到时候连付怎么付 他们都没法付 我说他们这些人要bcoin吗 说bcoin在那时候没有用了 那连那个时候那个hard code cash 都没有用 现金都没有用 我怎么能够保证这些人 不会反过来施主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问题 他们想了很多的时间 就绞尽了脑汁都想出来 最后觉得这个 这个问题太困难了 就是苦恼了 这些这些世界上 这些成功人士非常的苦恼 他们也有很多的重担 因为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 你不管是你怎么样 有权有势 有财富 这些人也有他的老虎中担 不像我们一般的人 老百姓一样 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都是 大部分都是从 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 我们教会基本上是 移民教会 移民过来的有更多的重担 大家仔细想一想 当年年轻的时候 在国内 觉得自己还蛮不错 千军万马从都木桥中过来了 不管有什么 走怎样的途径 也来到了美国 认为 追寻着这美国之梦 结果发觉到这边以后 这个美国梦也不是很 很美丽的 看见美国这诸般的乱象 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居然 不是在哪里 你都觉得很安全 而且移民来讲 多事不易 面对着不一样的文化 在这边 又没有多少根基 年岁建长以后 要担心自己的孩子 怎么让这些孩子 能够面对这个 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 因为在国内 担负着孩儿教养的重担 在美国可能好一些 但没想到在美国 教养孩子 这重担 一点都没有减轻 甚至还有其他的问题 打开新闻 也是使你重担增加的 并不是使你放心的 新闻上就没有什么好消息 如果是那个好消息 他也不放在新闻上 新闻都是bad news 那可能有弟兄姊妹在讲 就是说 你讲的这些没有错 那是他们不幸福的 我们基督徒不一样 我们基督徒没有重担 但弟兄姊妹 你仔细想一想 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 你们有重担吗 这世上的困难 我们同样需要面对 我们年事见长 无论经历 还是体力 都大不如以前 面对的是病患 我们家中都有老人 不管老人在眼前 还是在远方 在中国大陆 现在连回去 探望一下 探亲一下 都变成了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作为基督徒 还有更加unique 特殊的困难的地方 就是我们 毕竟主的 他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罪 他可能都没有体会到 是不对的事情 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但我们信主以后 神的律法就在我们心中 他照亮了我们 照亮了我们生命 你内察 内省一看 才发现自己有这样 和真那样的问题 问题多多 但是我们真的 在神面前 视若敞开了 在神面前 非常诚实的 honest 你要审视自己的话 我们信主多年 难道 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些有问题的地方 有罪的地方 都对付过去了吗 还是 还是 还是面对那些顽固的 不好的事情 还在挣扎呢 还在struggle呢 微信主的时候 这些struggle可能还没有 因为根本就不知道 解读以后 好了 这internal conflict 除了在外的 那些 世界上的这些 重担 以外 还有加上我们自己的 这个增长 历史上很多 很多基督徒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能够胜罪的办法 你比如说 中古时期的这种苦行僧和宣教士 这个苦行僧 他们 靠着 克己苦行 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呢 他虽然是克己苦行 但心中毫无喜乐 毫无喜乐 这真是神 给 他的儿女 所定的计划吗 我们知道不是 不是如此 我们学过这个基督徒的喜乐 很多的道理 圣经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知道都不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怎么样 能够面对我们生 生命当中的老苦重担呢 怎么样才能够得安息呢 让我们来再看一看这个 圣经当中著名的马太福音 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再来读一下 我们先来看二十八节 凡老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主使我们得安息 他这里开始讲凡老苦担重担的人 就是所有人 包括我们信主的 不管是信主的没信主的 来到主的面前 都可以得安息 就是主耶稣基督 祝托给我们的 让我们让别人知道 他的话语是可信的 主使我们得安息 可能会有人问 是说 这个我知道 如果基督徒干了 当了这么几年的话 我还不知道 这些经文 没有听到这些经文 就觉得很 很奇怪 都知道 凡老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来到主面前得安息 是我背都背得 我跟别人讲了无数次 我传福音的时候也这么讲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得安息呢 说不要紧 我们接着往下看 二十九节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复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这个恶呀 英文里是york 它是指就是 一些在农场中的一些牛啊 这种负重的时候 他需要这种负着恶 他可以在景象上负着恶 可以干农活 这个在圣经当中的话呢 这个词的话呢 又代表了一个 主权为主 Rorship 这个含义 就说你负 在哪里负恶 你就承认 在哪里 是 你是服下 你承认他是这个Lord 这个 有主权的 在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中 这样讲 到那日 亚树王的重担 必离开你的肩头 他的恶 必离开 你的景象 那恶 也必因 高油的缘故 毁坏 十四 以赛亚书十四到二十五节中 同样讲到 就是在我地上 打折 亚树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 他家的恶 必离开以色列人 他家的重担 必离开他们的肩头 诗人呢 不恶 是这世界上的恶 不管 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都负着这个恶 你都沾着这个世界上的重担 不以你自己的意志为转意 你愿意也罢 不愿意也罢 事实如此 这世界上的恶 刚才我讲到 大家每个人都很有体会 不管你世界上的重担如何 滋味都不好受 所以说我们看来 再看一下这个 主耶稣基督在这一节当中 他讲到了一个怎么样得恩系的 怎么样能够脱离世界上 这个重担的 这个方法 所以方法呢 说两步 第一步的话呢 就是要学主的样式 Imitation of Christ 学主的样式 第二步的话呢 是放下这世上的 这个恶 这个重担 而单上主耶稣基督的恶 副主的恶 意思呢 就是说 以耶稣基督为主 两步 这就是两步得安息的 让我们这两步来 一步一步看 第一步是 学主的样式 Imitation of Christ 这个学主的样式 我们刚才看到 二十九节中 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式呢 是柔和谦卑 主的样式是 柔和谦卑的样式 菲利比书 二章五到八节中 这样讲到 你们当以 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虚己 所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基督的顺服 他的谦卑 是extreme 是一个超乎我们 是一个超乎我们想象 他本就是神 还有神的荣耀 但是他 降世为人 而且是取了 奴仆的形象 我们这些 平常人都不愿意 做奴仆的 卑微到这种程度 以至于死 且死在 俗价上 这就是 主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 受力的榜样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要谦卑 这个听起来的话呢 很难理解 因为大家想一想 我们平时做的想 就说怎样能够 脱离我们 这个肩上的重担 无非是 我们要更强 我们要更聪明 对吧 我聪明啊 我可以有策略 我可以有招法 我们更强大 这世界上是一个 原则是弱肉强食的 权头大 谁权头大 谁有道理 你仔细想想 这世界上都是这样 无论从国家 这个层面 到个人的层面 聪明法则嘛 我比你聪明 我比你拳头大 我就是比能够得胜 我把你踩到脚下 我就上位了 都是如此啊 职场上也如此啊 他叫 美国话叫 就是 往上爬呀 爬的时候 过程中还要踩别人两脚 这样的话 才爬得更快 都是这样的嘛 哎 他这个圣经当中讲的 这个完全是 一百八十度的 opposite the exactly opposite 这 我实际上要 这种 把这个重担 我这个要挑这重担的方法 或者让我这重担清省的方法 和世界当中的教导 完全完全相反的 是要放下我们的这些 仪仗 无论是我们的聪明才智啊 还是能力 还是力量 完全是完全是相反 在美国来看的话 看美国的这个文化 你看到 崇尚的就是 要么就是 这种physical strong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这么崇尚 那个运动员呢 他因为他有这种 这种image physical image 他强 他强壮 他勇武 要么就崇尚那些 为什么崇尚那些 这个 各界的精英呢 因为他们聪明 他们能够想到了 我们想不到 所以他们很厉害 从来就没有说 崇尚那 柔和谦卑的 中国有句话叫什么 这个 像老师人这个 我都忘了怎么讲 就是说这个 老师人就是 最后就是finish the last 就是说 你越老实 就是这个 越 越这种谦卑的话 最后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讲法实际上是 中美一样 都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 很难理解 说这个怎么会是 这样的教授呢 我听 以前我听到一个故事 就是 有一个景点 它就是一个灯塔 当参观这个灯塔的时候的话呢 大家去参观灯塔的话呢 它的 它的高峰点的话 一定要爬到灯 灯塔的顶 顶层去 对吧 没有人在灯塔底下乱转的 这这没有意义吧 对吧 但是这个灯塔的键呢 很有奇怪的 就是 一进去以后呢 找不到这个 往上爬的这个楼梯 这很奇怪吧 这没有 这不可能吧 它肯定有上去了 要不然这个灯塔就失去了意义了 谁去那换灯呢 它那个楼梯呢 是往下去的 只看见楼梯往下行 找不到往上行的楼梯 后来人家就很奇怪了 说你这个灯塔很很怪异 别人就说的话 那那没有办法 那只能去 只有 看见楼梯只能下行 就往下走 这不可能啊 这是背道而驰 结果呢 它这个建造很奇怪 就是要下行一段 才能到一个地方 才能看到这个上行的楼梯 所以说呢 要往 圣经当中很奇妙的教导 说你要往上去 就得先往 先学会往下行 这是一个paradox 我们要先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 放下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们自己的能力 转而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依靠主 才能够使神的能力 是神的荣耀 神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显出来 所以这跟世界上的这个方法 是完全相反 contra-intuitive 就是想不到 因为这跟我们的习惯 完全是两样 英国著名基督族文学家 C.S. Lewis 他这样讲到 Humility Carry the burdens Pride Break the back 谦卑可以担负重担 骄傲 使你的背膀压舌 压舌 所以说这个 是非常有智慧的 也是圣经的教导 我以前听一个牧师的 他给了一个见证 他也跟别人讲到 就是说 这位牧师是美国非常著名的牧师 他们的教会也非常的大 他呢 就在他这个 在他晚年的时候呢 跟别人分享他一个见证 就别人就讲 就是说 他怎么样建立的教会啊 他的经历 他就说 他那个时候年轻 很有 ambition 很有雄心为主 做大事 而且他觉得他自己 很厉害 结果呢 他就去 建立一家教会 很多年以后 那些教会搞得是不死不活 他呢 就是非常的失望 他这个 他说当时这个 重担大了 他说 他说你看看 我搞了这么多年 我这个教会都搞成这个样子 后来呢 他就祷告 那个主就给他一个意象 就说呢 让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拓一个 教会 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的话呢 搞半天 他到处去 拉人来教会嘛 就搞了半天 没有人 这人 小猫两三只 他说还不如他原来那教会 原来那教会 他至少辛苦了几年 还有不少人 他说这个更差 这 这 这这这下坡路嘛 这个越来越差 这 这个服事主年头增长 这个境况 每况愈下 后来呢 他呢 就是 说呢 到了一个窘迫的境地的话呢 因为 教会是要租 就是租的场地嘛 他租金都付不出来 他说他 他这个 他比如说教会租金 他也没有 他的 自己住的地方租金也付不出来 所以窘迫到这种 就是说 准备关门大吉了 窘迫到这种程度 在这个时候啊 他就突然意识到 他以前的问题是 他没有放下他自己 他潜意识里 还抓着他自己 觉得他自己 很有恩赐 他很有恩赐 这位牧师的话呢 确实非常有恩赐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恩赐 他有讲道的恩赐 他有教会管理的恩赐 他有关怀的恩赐 他是一个非常罕见的 有多半恩赐 但很年轻的时候就 非常彰显的 但是偏偏 他就是搞得他是一团糟 所以一直在往下 下坡路在走 就到了他底点 他终于认识到 倚靠自己的力量恩赐 这些都靠不住了 他唯有倚靠不住 他放下了 他肩上的重担 他甘心乐意的 浮在主的面前 很奇妙的是 几年以后的话 一切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他很多年后 他回想到 他就是说 他是人生当中 他学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怎么样放下自己的重担 而心甘情愿放下自己的重担 他是一个交换的过程 他以他自己的重担 换了 这个恶从主那里换来 所以他发现主的担 要轻省得多 所以他得到安息了 可能讲到这里的话 可能你还要再 可能有人在仔细想想 还要再问 就说你可能还是没有讲清楚 我是知道了 就说 有重担 我愿意放下重担 这个重担是不可避免的 我太愿意放下重担 我也知道了 圣经的教导 两步怎么样放下重担 但是我讲半天 我还是没讲 想明白 为什么 主的饿 主的担子要轻呢 我没觉得主的担子轻呢 我平时在这个 世界上 我从星期一 到星期五 我在这个工作上 有很多的重担 我星期六 我还有孩子的重担 我好不容易到星期天了 我还有一想 我说我这还不能轻松啊 你们星期天 还得有教会服侍的重担 没觉得这个重担轻松啊 你们要讲轻松啊 为什么主的担子轻省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三十节 这里讲的非常清楚 因为我的饿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就是为什么能够得安息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主的担子是轻省的 原因如想 我们仔细想一想 我们人是从哪里来 我们知道 人是都是神创造 神是这造物主 我们知道 作为一个被造物啊 他怎么样的使用 他的决定 无论他的功能构造 他的机能 完全是因为 他创造他的人 做决定 你一件工具 如果不是按照他被造的那种样式 他的那个功用 去做 他肯定很费劲的 你比如说你拿一个榔头 你去 你你你去打那个打开这个罐头 用这个榔头 就算是把那罐头拍扁了 你也打不开啊 只有神 我们的主 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individually created 每一个人都是 被造 有他的 美好的计划 只有他是知道了 我们应该 这个人生是应该怎么用 他的功用是在哪里 才能够顺利 才能够顺的 两个星期前的话呢 我去网上订了一个 就是那种 现在非常流行的 特别在家里工作的时候 都需要这种 可以 这种电动的 可以升降的 这个 这个桌子 非常流行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Costco那种 那个桌子太小 那不好 是这种 就是说 网上专门订 我还专门去 花了一些时间 订购了一个桌子 很高兴 我觉得 我看了一下 他那个 演示的这个video 很好 我很高兴的买了 把这个桌子订回来 订回来以后的话呢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组装是一个问题 所以第一步的话 我说 这怎么装 你知道 你订完一个 这种需要组装的这个家具 你知道 你第一步要干什么吗 大家知道第一步要干什么 打开这个package啊 去找那个instruction 需要sample的instruction 就是装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说明书 你没有那个instruction 你没有办法 那东西 这个看起来 好多零件 不知道啊 所以说就 那装起来 我仔细讲一讲 神的话语 就是我们人生的manual 如果我们 抛弃了这个 神的话语 不 这种instruction from law 我们能 我们能 能方式吗 我们能不被重担吗 只有主 才能够知道 我们这个人 根据我们的恩赐 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经历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放的人 是让我们生命当中 出现的事情 应该怎么做 还是这个 一步一步 还是我们人生的manual 这个人生的这个instruction 如果我们不照着去行 你肯定是步步艰辛 担子越来越重 如果你没有那个manual 你去装 你试试 你两眼 就是瞎子一样 你拆来拆去 三天你都装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道理 另外一个第二个事情的话呢 第二个方面呢 神会改变我们的心意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圣经 菲律比书一章二十节 你知道菲律比书是讲 喜乐讲了很多的 这个书卷 菲律比书一章二十节 照着我所切勿 所盼望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照着我所切勿 所盼望 这节经文的话 大家也非常熟悉 但是我不知道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仔细的读一下 仔细去体会 我当时读完这个节经文的话 我觉得很奇怪 也非常shock 为什么呢 照着我所切勿 我所盼望 这个想法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 我们在教会 服侍很多年 你在觉得你 重担压身的时候 觉得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肯定不是 觉得是很切勿 很盼望的 你这个重担 你恨不得给他卸下来 你怎么会切勿 和盼望呢 使徒保罗当时是一个 什么处境的 他在外面 要面对着 罗马帝国 那些 那些 那些不信的 还有那些犹太的人的 对他的迫害 颠配流离 写这个 菲律比书说 还在监狱里 在那里 一位教会 交集 因为教会 面对着异端 教会 还在他的这个 婴儿期 为教会的事情 忧心 多少重担 压在他肩上 怎么能够说 我所切勿 所盼望呢 有谁切勿和盼望 这些重压和重担 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所以大家在这里 要有智慧 就是当我们 放下我们自己的骄傲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这时候一件 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 神使我们的心意 转变了 本来挑着重担 在抱怨 在 complain的时候 这个心意变了 变成 切勿 和盼望 你挑重担的时候 是不会有喜乐的 但你心意变成 切勿和盼望的时候 同样的事情 你就变成 有喜乐了 而且这个心意转变以后 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没有一件事 叫我羞愧 凡事放胆 以前 在internal conflict 内心的挣扎 变成 凡事放胆了 原来在想 我不能干这个 我又干这个 我不能做那个 全是negative 一下子 心意变以后 所有的negative 所有负面的 变成了正面 这种从我有 从负面变成正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转变 这个道理 其实很简单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记得昨天 昨天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 到我家里 聊聊天 他呢 有一位女儿 也是跟我女儿一样的话 也是 现在在高中 也是做这个 学这个大体系的chello 聊天 他就说 他说这个 很头痛 他说 我说你怎么回事呢 他说你看看啊 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你想想学英文 instrument的很很困难呢 大家作为家长的 可能知道 不比那高体育 弄体育的要容易 要去找这个private teacher啊 对不对 私人教教师还很贵啊 而且一个星期 至少一次 甚至两次 要去那里 而且的话呢 家长付出很多 但是呢 孩子啊 这种 这种无论是instrument 或者说你 或者说做什么 学什么 你都要 骑学苦练的 要不然你怎么能够 能够master 需要骑学苦练的 你去学的 唱歌跳舞也如此 也需要去花工作啊 你不会坐在家里 你就突然成为舞蹈家了 骑学苦练 他这个孩子 这个问题是孩子 一个小孩子 说 你说 大家扪心自奔啊 就说哪个孩子 他天生下来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愿意骑学苦练的 就是说我这个突然 跟家长说 我说 我切勿 我盼望 我去那骑学苦练 没有一个 你这么一说 我还吓你一跳 那他说 这个这个搞了半天 说他孩子也不齐学苦练 说你 你要不要去 不要去那个 去去搞这搞那 去你把那个去去 去那个makeup的time 你去多干点什么 或者说你少睡点 天天的在家里那睡觉 超过八个小时还在那睡 但是这个跟我那说 这个很熟悉啊 这个这个说讲起来说 说呃 然后呢 而且呢 继续抱怨说 你看看 家长是费尽了心思 然后呢 嘟覆 逼着 全部招手使出来了 他最后呢 去学了半天去 你知道吗 就是学艺术们 大家知道 他就说 你搞半天的话 你都需要参加那个competition呢 你参加竞赛啊 结果跑去一看 每一次去都兴充充去 回来以后 就变成了分母了 对吧 搞半天 啥也没有 又灰溜溜又回来了 我说中战呢 说你看看 这个然后搞的是 这个家长和孩子的关系也紧张 说因为 召集越召集越逼迫 越逼迫 孩子越逆反 越逆反 越较劲 最后是 最重担别担的 就是 昨天就跟我那 不哭水 我就说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孩子 会突然转变心意 就说 他这个 他这个 去 学学苦练 这个practice 他不是一个重担 他是一个 他所切勿 他所盼望 他欢喜快乐 他非常享受的 你有没有想到这个 这个 他说这个 这个不可能啊 这个是奇迹了 这没有 但是我说 我说你假设你这么想一下 你孩子突然这样变了 他心意突然变化了 那他说 那我就没有重担了 我太有喜乐了 我哪还有重担 我高兴死了 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都很高兴 我孩子也高兴 我也高兴了 哪有重担 我就说 这个 我就说 是啊 这就是你的objective 他说 这个不是一个 这是一个 不是一个impossible 他确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跟他 我介绍 就说 你看我女儿 她也是做chello 跟你一样 孩子 我当时 那chello很贵 买过来以后 不练呢 也在睡觉 然后 去competition的话 也是做人家的分母 然后一说 他搞得还关系紧张 然后呢 我后来呢 我也就放弃了 给忘 我就跟神祷告 就说这个 我们作为信主的 基督徒 这个读圣经 读了这么多年 不能够搞那些 像跟别人一样的话 搞得这么 没有喜乐 重担交托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孩子是 你所赐的产业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管了 放下 重担放下了 交托 导告交托了 对吧 没办法 我搞得这个家里 天天跟他吵架 有什么意思吗 说这个完全是 背道而驰 不能跟 这跟圣经教导 背道而驰 不能这么做 放弃了 给忘 我说我的 给忘 我也羡慕 对不对 我虽然觉得 他还是蛮有恩赐 但是我不管怎么样 我给忘 这你没办法了 这没不担重担了 我给忘 那就是很奇妙 一段时间以后 我不追求他去 去跟那练习了 他自己往那还鼓得上 然后我说你这个 你你这个 是不是有考试 或者说有什么 你这忙什么呢 我说还在这练一会 我再练一会 说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觉 我说我还在再练一会 我说这个很奇怪 我就问他 就说你现在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又开始练了 这个 他说啊 他说这个是我的 这个stress releaser 我这个平时 这个又考试又读书 这个搞得我自己 高中的时候吧 大家都知道 很紧张的 我这很stress 我忽然发现啊 这音乐太优美了 我这一拉 我就没有stress 我真是enjoy啊 我每天我就盼望着 有这个时间去 stress relief 就bended out 他跟我来解释 然后呢 就说这个 我说这个有competition 要不要去啊 他原来不愿意去啊 他觉得他stress stress 他当然去了 说去那儿 我又不是去考试 我是去拉琴的 我当然要去了 所以说这个 从那时候开始 这个 这个从分母 就变成分子了 就开始 sweep 就说这个 这个competition 所以说 我们知道啊 就说 有的时候是非常 continuitive 你越觉得有重担 越觉得没喜乐 你越失败 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来到主的面前 你越挣扎 你捆绑越紧 就跟那个 落在那个蜘蛛网上的 那个飞虫一样 你越挣扎 越紧 唯一的办法 就放下 放下你的重担 来到主的面前 这时候 主奇妙的恩典 就在你生命当中 做功了 你就会见证 你终于重担放下 得安息的时刻 说弟子的姊妹啊 要有智慧 要将你呢 觉得苦不堪言的 你的重担 不管你什么重担 你放下 神就有着奇妙的改变 变成了 你所刻目的 你所盼望 你所有喜乐的 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 不是我们的工作 因为他在我们每一位生命当中 都有他的美意 菲律比书二章十三节 这样讲到 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你们每一个人 你们每一个人 立志行事 不是你们在那里 老虎当中的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是神在做功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他是什么样的美意呢 在马上 菲律比书二章 我们读到了 后面 马上讲到 十五到十六节中讲到 是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伪 在这弯曲悖扭的时代 做神无侠 无私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上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 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虽然我们每一个 做神的儿女 如果说我们能够 活出神喜乐的生命 这就是成全了 神的美意 神的美意 就在我生命当中成全 虽然我们所处的世代 是弯曲悖扭的时代 这世上 有各种各样的劳苦仇犯 但是 我们的人生不一样 所以我们人生不一样 就像在黑暗当中的明星 明光就照耀出来 我们不一样 喜乐的生命就显明出来了 其结果 无论是你们自己 还是我作为这个牧者 都可以在基督的日子里 夸口 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让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的 讲到的内容 首先我们 看到了这个28节中 讲到的是 凡老虎担重难 就来到主的面前 因为这样我们就得安息 这是主的命令 也是主的应许 我们要看到怎么样 如何得安息呢 怎样得安息呢 是因为我们要学 是因为我们要学 主的样式 要柔和谦卑 要谦卑下来 脱去世界的恶 要得丹主的恶 这样会两步 我们刚才讲到了 就必得安息 然后最后的话呢 为什么能够得安息呢 因为主的恶是容易的 我们的担是兴盛 如果我们有信心领受 主的应许 主的话语 交出我们的重担 谦卑下来 放下我们自己 你就会发现神奇妙的作为 因着他的美意 就在你生命当中 发动而掌心 好让我们低头做祷告 主要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我们真的是平时 真的有很多老骨的重担 但是你圣经当中 应许说 应许说 反老骨丹重担 来到你的面前 就必得安息 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话语 我们信 就求主你 你的灵 再一次充满我 你的光 你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 让我们自己醒察 醒察看到我们生命当中 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重担 让我们把这些重担 一一的带到你的面前 一一的去放下 一一的去交通 因为当我们放下自己 全然依靠你的时候 我们相信 你在你里面有信心 你的恩典 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发动 你会转变我们的心意 你的工作也在我们生命当中 也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也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 也能够通过我们的生命 能够将你的荣耀的喜乐的光芒 反射出来 能够如明星照耀 照亮着弯曲 背溜 黑暗的世界 能够使我们的生命 成为他人的祝福 你在我们将来面对面的时候 你能够夸赞我们 没有空暴 没有徒劳 主啊 就求主 你再一次的 你的恩典 你的宝血 再一次的 分分次数的覆盖我们 你的圣灵 再一次的 给我们以智慧和力量 能够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美好的旨意与计划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上祷告祈求 奉考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